说起演员迪丽热巴 出道仅仅六七年的时间就已经大红大紫 而且出演了很多的影视作品 凭着自己的演技和颜值都圈了不少的粉丝 迪丽热巴红了以后 追逐她的目光就变得很多了 只要迪丽热巴参加活动 不少的媒体镜头 就喜欢扫向迪丽热巴 毕竟大家都觉得看到迪丽热巴长相如此青春甜美的女明星 心情都会愉悦很多 随着迪丽热巴出现在镜头前的样子逐渐多了 大家也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迪丽热巴在坐着的时候总有一个小习惯 喜欢将两条腿插开坐 这样看上去迪丽热巴有一些霸气 有着不拘一格的女王范儿 而且粉丝也觉得迪丽热巴特别有接地气的感觉 没有明星架子 但是也有的黑粉说 这样的动作对于女生来说还是有点不合适的 作为一个一线女明星 不应该时刻注意着自己的形象吗 其实了解迪丽热巴的真爱粉们都应该知道 迪丽热巴平时是一位大大咧咧的姑娘 迪丽热巴很真实 面对镜头从来不做作 就是因为如此接地气 所以才会做到很多粉色的喜欢 面对镜头 迪丽热巴也从来不隐藏自己 由此看来迪丽热巴是一位真性情的姑娘 就算是迪丽热巴面对镜头坐着 也是怎么舒适怎么来 不会刻意的合拢双腿 当然也有不少粉丝觉得迪丽热巴之所以喜欢这样的姿势 是因为迪丽热巴长得太高了 坐下来的话 和伦腿会相当不舒服 对此不知道你们怎么认为呢 就算是迪丽热巴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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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